带领全美的观众前瞻2019年金融市场 寻求稳健的投资 东方新闻联手互惠财富集团 全新推出的财富课堂单元 延续第二集完整说明美国保单种类之后 这个礼拜继续请来资深的保险理财专家 向观众来解说年金的种类和好处 关心美股最新动向 在美中贸易紧张 短期局势难有改善 与下半年经济成长率下修 以及失业率可能回挡 诸多不乐观的情况下 资深保险理财专家提醒民众 前瞻2019年投资理财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知道什么是年金 年金的英文叫annuity 它是一种投资理财工具 简单讲就是 tax deferred investment vehicle 就是它是一个延税的投资理财工具 所以它里面一样你可以买定存 买基金股票 然后买指数 但是它都是延税的 延税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不领出来 我就不要上税 defer的意思 当然很多人对这个tax defer 就是觉得不以为来 为什么呢 不就是延税嘛 那延税我将来还是得缴嘛 可是其实你细细想 真的很不一样的 肯定年金具备合法结税优势外 最重要的是如何搭配出最合适的理财策略 因此资深保险理财专家就建议 要能完全发挥出延税的三大优势 以达到力滚力的投资目标 第一个你现在缴跟你未来缴 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现在工作嘛 收入多 所以你的税率可能是 联邦税可能要三十几 对吧 可是你退休以后 因为你没有收入了 所以你税率可能降到15 这个叫做arbitrage 这两个税率的arbitrage就已经赚了 对不对 好 如果是两个税率都一样的情况下 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要现在缴 还是要20年以后缴 你20年以后缴 如果缴1万块 因为通膨的关系 可能只有现在的5000块嘛 当然要20年以后缴 因为那钱更不值钱嘛 对不对 那这是年金的 就是说tax deferred的第二个好处 那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说tax deferred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利滚利 比如说我10万块投资 放在银行 我赚了3%利息3000块 我先要上税啊 扣掉税 我才滚第二年 可是放在年金里就不一样啊 你今年不管是赚 10个percent 20percent 你都是连本带利利滚利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用走三步退一步 或者走三步退两步 就直接第二年就利滚利上去了 所以这个tax deferred 长期来讲是很有powering的 所以他在美国年金是作为 就是这个退休的一个这个秘籍啊 你一定要有年金的 说明年金多种好处之后 面对美国保险市场上 琳琅满目的金融衍生性商品 与各家保险公司超过上百种年金保单 该如何选择 专家表示随着时代演变与进步 年金在美国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固定利息的就是说 它里面给你固定利息 但是你要知道年金是保险公司发行的 这种理财工具嘛 它是根据长期公债利息算的 所以它的利息一定比银行短期要高一点 当然这个时候不一定 有的银行可能跑得很快 要promotion利息可能现在有的都 两点多三点多了 但是从正常情况下 保险公司年金的利息一定会比银行高 因为它是长期利率 保险公司是长期利率 银行是短期利率 所以利息高的话 就是可以beat通膨嘛 浮动性年金里面 客户主要是投资在这个股票基金 那你可以买成长型啦 small cap啦 反正你就挑嘛 一般都有十几种 二十几种基金给你挑选 对不对 然后呢 好处就是股市涨得好的时候 你赚很多嘛 然后又利滚利 那缺点就是它不保底嘛 那跌下来就很惨 当然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这种浮动性年金 它就开始就是给你各种的保证 保证每年固定6的成长 每年7%的成长 但它这种保证 它通常都是有条件 至于2019年难以预测的 金融市场波动 个人或企业如何调整投资策略 来避免财富遭受巨大损害 互惠财富集团专家 则以当前全美销售最红火的 指数型万能闲保单 来说明如何兼顾保障与投资收益 它就是让客户 一边可以投资index 另外一边它给你一个minimum guarantee 这个两条腿走路 现在是最流行的 那客户很开心啊 因为我第一个市场好的话 我可以参与在市场里面 指数成长每年对吧 T字型成长每年就是利滚利 但是万一市场不好呢 通常你可以买那种 有固定利息的 像现在有一种就是 固定7.5负利的卖得最好了 它就是guarantee你 每年7.5的负利 强调在美国川普政府主导下 全球金融不确定性风险 将持续到2019年 因此一般民众想避险 最好咨询金融专家 或到互惠财富集团 成立超过20多年的南加州 圣马利诺市总部 查询更多讯息 登记免费咨询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官网 东西文韩子环一鸿志 在洛杉矶的在网报道 贴心挺供在美华人 最完成的美国金融保险教育 东西美修电视 全新推出的财富课堂单元 下一集将说明更多 美国保险业界的最新保险知识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